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在地上背过气去 东方伯一见又要打罗成 他叫着 好小子 你把我哥哥气死过去了 我跟你玩不了 跟着就打了一拳 踢了一脚 罗成被绑不能还手 只喊着 快快救人 要紧啊 东方伯连忙叫家人 就背过气去的罗大爷 众人又摸前胸 又是锤后背 总算把罗春就过来了 罗春苏醒过来 站起身扑过去 抱住罗成 叫了声 兄弟 一边哭着 一边叫人给罗成松绑 罗成问道 你怎么叫我兄弟 罗成流着泪说 你刚才说的江佩芝 就是我的生生之母 罗成一听 大吃一惊 心想 怪不得他破了我的五勾枪 原来 真是我的隔山哥哥 罗成说 爹爹做了北平王 曾和我娘说过 有位江氏大娘 我娘赶紧派人到江家屯去接你们 可是两个差官回来说 哥哥你十四岁上 就和大娘出来了 罗春把万里寻父 二十多年 颠沛流离之苦 和母亲死在异乡之势 说了一遍 罗成扑在哥哥肩头上 放声痛哭起来 东方伯在旁相劝 兄弟俩才擦干眼泪 坐了下来 罗春指着东方伯 对罗成说 我俩情同手足 你也叫生哥哥吧 罗成连忙上前拜见 东方伯扶起罗成 说 兄弟 刚才我不知 你和罗大哥是哥俩 对敌交手 多有得罪了 罗成说 也请哥哥多多原谅 二人大笑起来 罗春对东方伯说 既然是我找到亲兄弟 就要和他同去见父亲 请兄弟你给我一匹马 我要走了 东方伯一听 依依不舍 两眼落泪 罗春说 东方兄弟 我绝不忘你带我的情意 你我也如亲兄弟一般 以后我们一定来看你 东方伯擦干眼泪 忙命家人带马过来 罗春 罗成向东方伯告辞 要一同去见父亲 东方伯对罗成说 贤弟 昏君阳广无道 该他亡国 只是杨义晨老王爷 是你的义父 望你保全他 及其后代的性命 罗成点头应允 告别了东方伯 兄弟俩并马而行 临近率台 秦琼在上面 正担心罗成 与东方伯交战的结果 忽见二人前来 连忙叫罗成 上来说话 罗成弟兄上了帅台 罗成向秦琼引荐了罗春 秦琼说 听我姑妈说过江氏大娘 原来还有贤弟 罗春拜见了秦琼 口称表哥 说他在江湖上 早已听过赛砖珠 四孟长 神拳 太保的大名 李元霸 裴元庆 秦用 都过来与罗春见过 大家十分高兴 这时忽听东边马蹄声响 有一人一起飞快来到进前 原来是颖州王杨奕辰 杨奕辰冲进阵来 抬头一看 见罗成在摔台上坐着 便大喝一声 罗成 我问你 东方伯哪里去了 罗成黑黑一笑 说 干爹 那东方伯出口不逊 被我一枪挑死了 杨奕辰一听 连急带气 眼貌金星 灯石晕倒 落下马来 秦穹赶紧派人 把他扶起唤醒 罗成跟着走下台来 祥小以大意 好声劝说 谁知这老头 竟放声痛哭起来 罗成满面陪笑 说 干爹呀 如今阳广无道 天下离心 瓦钢军天下无敌 我爹爹已经反了隋朝 派我来帮助表哥秦穹 破了你的同旗阵 杨奕辰 想着阵破而死 罗家无意 气急之下 拔剑自吻了 罗成见杨奕辰已死 命亲兵们收尸 又命金锤小 太保秦用 小玉随迎兵将 投降瓦钢军 然后叫手下儿郎 把各色灯笼一起升到 中央率台旗杆顶上 绿白红黑黄 彩灯高悬 光芒四射 在西卫营中 徐茂公一箭彩灯升起 直到同旗阵 已然彻底捣毁 随即传令 瓦钢重将冲进山口 守阵的隋朝兵将 夜已投降 欢迎瓦钢军 秦穹等人迎上前来 与徐茂公一行 彼此问候 秦穹让徐茂公上中央甩台 安置阵中一切 他带着罗成 罗春 程咬金和一只人马 直奔东岭关 东岭关守城将士 已接到罗成的命令 大开城门 迎接秦穹等人进城 罗成对秦穹说 颖州王父子已死 他们家中还有少夫人 和一对儿女 咱们应快去相救 保住杨家的后代 秦穹命罗成收编随军 自己带着罗春 程咬金来到王府 问明少夫人的住房 请一位老君带路 直奔王府后院内宅 远远只听里面 有孩子的哭喊 妈妈 您别死啊 原来是杨泉中的夫人 听说同其阵已破 公爹和丈夫身亡 自己拴好了套 要悬梁自尽 一对不满三岁的孩子 在哭叫 这时 秦穹等人闯入屋内 少夫人狠心投还了 秦穹盲命丫鬟 屠妇把少夫人解救下来 将她唤醒 秦穹说 少夫人不必惊慌 我是西卫元帅 前来解救于你 你快收拾收拾 带两个孩子自谋生路去吧 秦穹放走了杨少夫人 率众人来到银安殿 徐茂公也带重将进官 大家相见 落座续谈 秦穹下令出榜安民 开仓放梁 银安殿上摆下酒宴 众人入座畅饮 这时 有人来报 东方伯求见 罗春闻听 转对罗成说 兄弟 杨义晨自问身死 东方伯必不与你甘休 你还是回避一时吧 罗成点头退下 秦穹请东方伯进来相见 东方伯问起罗成 说 听说他逼死了杨王爷 罗春说 王爷是负气而死 并说了秦穹救下少夫人和两个孩子 东方伯连忙败谢 请求将王爷尸体收敛 愿意赡养少夫人母子 秦穹把少夫人和两个孩子的下落 告知东方伯 后赠银粮 亲自送他出城 并传令隋朝兵将 愿留则留 愿去则去 安葬阵王将士 以将军支礼后葬 大锤将梁氏态的遗体 隋朝兵将无不称赞 诸事完毕 柴少带领李元坝来 向秦元帅告辞 秦穹连连称谢 命人拨出银粮 犒赏前来驻战的唐营兵将 并亲帅瓦刚仲将把柴少 李元坝等 一直送出西山口外 东岭关一仗 大获全胜 徐茂公命人 连夜向西卫王李密报告 李密闻听五官俱下 心中大喜 他命陪人机带着两个孩儿守金堂城 让丞相魏征帅十万大军保驾 要去东岭关赶赴扬州会 非止一日 王驾到达 秦穹率领全军 在西山口外摆队相迎 李密百驾进了东岭关 来到王府 李密驾坐银安殿 秦穹将东岭关战士一一揍上 李密闻听北平王罗义 派罗成相助 当即召见罗成 封他为天下都招逃 兵马赴元帅 罗成叩头谢恩 李密又要加封罗春 罗春奏道 万岁 我万里寻父是为了尽孝 请让我先去见父 遗葬我母 再来授封吧 李密准奏 接着 右封陪元 庆为先丰官 承咬金甘愿为父先丰 秦用被封唯又先丰 张公锦 白显道 上石山 下石山 玉池南 玉池北 毛公遂 李公弹 唐国人 唐国义 党世杰 史大奈 杜差 都被封为镇殿将军 李密传旨 在银安殿上大白酒宴 与众将贺宫 他想 昏君阳广 要天下反王去赴阳州会 夺取玉席 我西卫兵多将广 势不可挡 这玉席 当然是我李密的 他心中高兴 直喝得鸣顶大醉 再说柴绍 李元爸二人 带亲兵离开东岭关 回到李世民 埋伏的营地 柴绍将捣毁 同旗镇战士 说了一遍 李元爸拿出 秦琼开的收条 说 秦琼收下咱们的礼物 开了收条 柴绍写了奏折 连同那张收条 一并命一位亲信将官 连夜送到太原进阳宫 李元一看 心中大喜 赶紧到五明堂去向五位高人请教 五明堂是李静 求然公张仲监 红服女张出臣 和袁天刚 李淳风的住所 李元欲有大事 便来请教 李元一进院门 便看到去扬州探厅 预袭会虚实的求然宫 已经回来 更觉高兴 李元把李世民的奏折 说了一遍 请五位高人赐教 求然公便说 昏君杨广 在扬州城 设有十条绝户纪 即 一 杨广下赵罪集 欺骗天下 二 请天下反王赴会扬州 比武夺玉席 三 力战三十节者 方能得席 四 杨广坐下游暗道可逃走 五 教场四周埋藏蒙火油 火烧反王 六 圆门外埋伏弓箭手 七 三门紧闭 北门放火 八 北门有干金闸 九 杨林在此门外截杀 十 招安众反王 杨广实际 妄想把天下英雄一网打尽 实在狠毒 李静听罢说 诸位 带我载入扬州 设法破他 这十条绝户迹 即刻给秦琼写了一信 揣在怀里 向李渊告辞而去 李静走了几日 来到金顶太行山 忽见有一位大汉 在树林间骑马练枪 铁枪飞舞 骏马盘旋 旁观的山民高声叫好 李静驻马看了片刻 心中惊异 想不到这山里 有这样好汉好枪法 忽见前面有一酒店 又觉有几分饥饿 便下马入店 李静要了两壶酒 和几样小菜 边饮边问掌柜 我在西边看见 一位壮士骑马练枪 他是谁呀 掌柜的说 他就是这金顶太行山的寨主 姓雄 名阔海 天下文明啊 李静听说过雄阔海 曾经在东京与宇文成都比过高低 原来他在此占山为王 便问店主 雄阔海为何在此练枪 掌柜的说 只因他当年石铁棍 曾输给李源霸的雷骨锤 在此练枪 再与李源霸比试 李静听了此话 心中盘算 不如请这雄阔海 把书信送予秦琼 我去东岭关 见李世民 想罢 吃喝完毕 付了钱 出店原路折回 去找雄阔海 他回到雄阔海 走马链枪之处 见雄阔海坐在树下 呼噜呼噜睡着了 李静想了想 跪倒在地 大声喊叫 无量受佛 愿我主万岁 万寿无疆 雄阔海被吵醒 见李静跪着 叫万岁 心中惊异 连忙扶起 追问缘故 李静说 见一小龙在他脸上 爬来爬去 视他有帝王之分 雄阔海大吃一惊 忙请李静一同回山 二人回山寨落座 李静说 八月中秋 扬州玉玺会集到 他写书信 交阔海 带着去找秦琼 秦琼见信 一定将李密赐死 保雄阔海为西卫王 李静说的头头是道 雄阔海信以为真 就接过李静的书信 先送李静下山 然后安顿了山寨重楼落 一人下山去了 雄阔海昼夜兼程 赶到扬州 已经八月十四日了 时尽黄昏 人困马乏 他连找了几家客店都已客满 无处住宿 最后 一家客店的店主人说 全店虽被前来附会 夺玉喜的人住满 尚存后院马棚半间空屋 全情委屈一夜 雄阔海也不计较 请店主带路 雄阔海住在马棚 腹中饥饿 翻来腹去睡不着 却听得前院 不时传来吃酒划拳的声音 无魁 四喜 八仙 想到那里兴许有酒食可吃 就起身向前院走去 前院三间北房灯火明亮 雄阔海从窗外往里一看 桌上摆着烧鹅 酱肉 熏鸡 一个黑脸的 一个子脸的 二人正坐在屋里饮酒 雄阔海推门进去了 那俩人一见 不由的一机灵 哦 你也是夺玉喜的吧 坐下喝酒吧 雄阔海也不客套 坐下来又吃又喝 那子脸的 见雄阔海大吃大喝 就说这位壮士酒可不能白喝 你看 他一直墙上挂的一张弓 你要能拉开这张弓 就算你白吃白喝 要是拉不开 你得给我吐出来 雄阔海哈哈大笑 雄阔海站起身来 摘弓在手 左手直弓背 右手拉弓弦 只听嘎爸爸响 把弓拉到六七成 再一用尽 嘎 把弓弦拉断了 他把破弓扔在地上 又吃喝起来 原来这屋的二人是 小梁王朝汉 大梁王吴清 也是来赴扬州会的 他们见雄阔海吃完喝吧 一甩袖子走了 吴清和朝汉心中不平 二人抽出宝剑 要追雄阔海算账 雄阔海回到马棚 迷迷糊糊 躺在一个马槽里就睡 吴清朝汉提剑进来 刚要朝雄阔海刺去 只见他猛一翻身 叫了声 有贼 有贼啊 二人吓了一跳 忙闪身出了马棚 前面店里的伙计 听马棚里喊有贼 也跟着叫起来 很多住店的都起来看 吴清和朝汉见识不妙 忙回自己屋里去了 店伙计进马棚一看 只当是雄阔海在说梦话 直到天亮 出了太阳 雄阔海才从马棚睡醒起来 他连忙翘马 披挂整齐 相电伙计 打听了道路 直奔叫军场附会去了 这时 天下反王 齐及扬州 有二十路反王 在西边一座山里 安营扎寨 西卫王 李密先行到达 唐王李渊 派他的儿子 秦王济世民 赵王李渊 带大队人马 来到扬州城外 没有进山扎营 反王们安营已逼 都带着亲随进城报号 住在义官旅店 李世民化名唐通 也去教军场报了号 这天清早 反王们带着手下的战将 亲兵 进入教军场 雄阔海来得迟慢一些 被议员将官拦住 问他是哪路反王 雄阔海说 我没路 将官不准他进去 他把枪一摆 就要动武 那将官本是金刀 将左天城 一见此人莽撞 就叫他进了教军场 雄阔海进场一看 各反王已依次入位 正南面高搭讪寿台 昏君阳广坐在正面 前面桌上放着玉玺霞 雄阔海见这么多人 望场内又看不真切 往哪找秦琼去啊 昏君阳广走到善寿台前沿 大声说道 大随天子得比谣 顺 愿行善让美事 现将传国玉玺 摆于台上 天下反王可绝逐 而得知刚说到这里 只听下面有人高喊 慢着 在阳广一旁的宇文成都一看 是西卫先锋官培元庆 只听他说 在夺玉玺之前 我想会会李元吧 因为世人皆以为 他曾经三锤 击走陪元庆 其实我被驱寒冤 今天我要再与他 分个高低 宇文成都一听 这也好 二虎相争 必有一伤 就答应下来 陪元庆在场中高叫 李元吧 你出来 你有胆可出来呀 李元吧一听 就要放马出去 李世民对他说 兄弟 你要是出去 可是准输不准赢 输了就往外跑 我在后面和姐夫带领众亲兵追你去 接着他把阳广设的十条绝户记 告知纪元吧 李元吧放马来到陪元庆面前 陪元庆说 当初在四平山 你明三锤暗五锤 我去败给你了 今天我要还你三锤 李元吧说 陪三 既是你锤也改了 马也改了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样 教军场上泪响战鼓 为二将助威 二人一东一西 把马分开 又圈回来碰面 陪元庆连砸两锤 接位取胜 他想起程咬金嘱咐 心想在节骨眼上 何不使出绝招来呢 按把三丈多长的链子 挂在锤把上 二马又一次圈回碰面 陪元庆左手锤一闪 哗啦啦 右手锤 挂着链子就飞出来了 李元吧猛一低头 锤头正扫在他紫金关上 把上面的龙头和宝珠扫下去了 李元吧吃了一惊 想到二哥主妇的话 大叫一声 拨马就往场外败下去了 李世民在后面喊着 四弟别走 他和柴少带着亲兵们追出场外 李世民等离了教军场 场内齐位陪元庆贺财 好啊 锤打紫金关 擅寿台上的宇文成都 连忙招呼 众反王比武夺玉席 能力战三十节者 将玉席授予该国 就算得了天下 圣旨传下 连环中响 夺玉席开始了 只见西面有一员战将撒马来到场中 原来是被杨广杀害的中孝王武建章之子武云照 他和哥哥武天兮前来附会 要刺杀杨广为父报仇 武云照在场中 武云照在场中叫阵 东边有一员战将催马上来 这是夏明王斗剑得的先锋官刘黑探 他手直立冠枪 马往前提 摔赶就是一枪 向武云照刺去 武云照盲用枪一拨 刘黑探身高力大 武云照的枪被盖了下去 立冠枪直刺武云照的胸口 武云照急忙拨马闪身 躲过了这一枪 二马冲锋刚刚过去 刘黑探突然往左边 使了个转身枪 武云照要横枪招架 来不及了 只听扑 枪间扎进又累 刘黑探把枪一挑 把武云照挑起来了 可怜他未报一家大球 又中了阳广 又使起义英雄互相残杀的毒计 河北凤明王李子通 哭了一声贤叙 南洋王朱灿 也痛叫好哥哥 武天熙悲愤的高叫一声 放马出来 高举大刀直奔刘黑探的头顶劈下去 刘黑探横枪招架 又回手一枪 在二马冲锋过邓时 武天熙刀头一转 使了个转环刀 只听扑的一声 刀砍在刘黑探的马后胯上 战马倒地 刘黑探掉下马来 刘黑探失去战马 连忙把枪一扔 撒腿往本阵跑去 武天熙追赶不及 破口大骂 刘黑探快快出来受死 你不敢出来就是匹夫之辈 刘黑探逃回本阵 惊魂未定 对元帅苏烈说 哥哥快救我一救啊 苏烈黑黑一笑 说 兄弟 你瞧我的 说吧 放马出阵 苏烈与武天熙通了姓名 二马盘旋 二人杀在一处 打了四个回合 武天熙身高力猛 苏烈渐渐招架不住 他徐晃一刀 败下阵去 武天熙紧紧追赶 不料 苏烈将刀卡在安前 双手摘弓抄剑 一回身 对武天熙放出冷剑 武天熙重剑落马 苏烈又补一剑 武天熙登时丧命 重反王愤愤不平 苏烈却要武扬威起来 这时恼怒了 西卫副元帅罗成 只气得他拳打胸口 催马向前 秦琼一把没拉住 马就冲出去了 苏烈见西卫阵中 冲出一员小将 再看马后的道旗 知道是罗成来了 他不由的打了个冷战 心中一惊 罗成问明他的姓名 就大骂苏烈 施放冷剑 无耻以及 罗成马往前撞 扑鲁鲁一抖枪 一个枪头 仿佛变成七个枪头 这是罗家的梅花 七蕊绝枪 鲜血直流 苏烈哀一声 拨马就跑 罗成催马紧追 秦琼在本队一看 连忙打马出来 喊道 表弟 快快回来 当心他放冷剑 罗成听见 恍然大悟 一勒马 放苏烈 逃回本队去了 秦琼一露面 场外的熊阔海 看见他 急催战马高喊 秦二哥 我来了 秦琼一见阔海 招呼他进了西卫队中 并引荐了罗成 熊阔海与众人 建立以弊 将书信取出来 交给秦琼 李静把昏君阳广 所设的十条 绝护计和应变之法 在信中写明 请秦琼设法救中 反王逃出火海 秦琼看罢 忙把信交给徐茂公 徐茂公看过信 就和秦琼商议了 破十条绝护计的办法 当下把程咬金 侯军级上怀中 叫到面前 低声嘱咐了一番 然后 秦琼打马 在轿场转了一圈 他对各路反王说 这比武夺玉席 要栗战三十节 分明是叫我们多死人 是昏君的毒计 我要找宇文成都 讲讲理去 众反王都赞成 就不撒马比武了 秦琼打马来到台前 叫宇文成都上前 说 比武栗战三十节 是要多伤人 应当改为栗战十节 就够了 宇文成都一想 栗战十节以后 也要烧死你们 他立即答应 十节就十节吧 秦琼把改为 立战十节之事 告知各路反王 然后回本队 对雄阔海说 兄弟 你出去打败十节 就上台找昏君要预袭 不过这十节 要由我派 你只能假打 不能真打 秦琼调了十元战将 善雄信 王军可 王博党 谢应登 游俊达 瞿突兴 瞿突盖 鲁明星 鲁明月 金城 对他们说 你们轮番上去 夹打几何 许败不许胜 雄阔海 大枪一摆 马到当场 高声喝道 我就是夺玉喜的万岁爷 哪个与孤家一战 话音刚落 铁面判官 尤俊达 撒马上来 举五股叉就刺 雄阔海 立枪一崩 将尤俊达的叉 打落在地 尤俊达 败下阵去 接着是王博党出阵 二马冲锋 雄阔海 摔赶一枪 王博党 闪躲不及 跌下马来 不大的功夫 十元战将 全都败下阵来 这时 尤俊达金 打马出来了 他对雄阔海说 好兄弟 立战时节 咱上台要欲喜去 侯军级上怀中也跟上来了 台上的宇文成都一看 转身带着护卫 从后面下台 钻进地道去了 这时 尤俊达在台下大喝一声 台 昏君阳广 你的十条绝户计 已被我们识破 你从地道里走不了了 雄阔海也喊着跳上台来 原来 杨广在台下挖有地道 在台上一跺脚 宝座就下沉 钻入地道后 把总碾子点着 全场集起烈火 把附会的人都烧死 昏君见程咬金和雄阔海上的台 吓得拔脚一踩 宝座下沉 昏君阳广 进了地道 宇文成都早在下面接着 见杨广下来 盲命令护卫们 快点总活年 只见有人打起火石 引着总年 冒着火花 向上面烧去 这时 程咬金和雄阔海 在擅寿台上 高声喊话 对仲返王 揭发杨广的毒计 台下的侯君级上怀中 早已按理要师信中的指点 把埋在台下的总活年 挖了出来 一刀斩成两段 仲返王听到杨广的十条绝户毒计 都愤怒地呼喊着 各率人马向场外冲去 教军场内灯石大乱 守在门口的左天城 剑火煤烧起来 盲命令埋伏着的弓箭手 开弓放箭 雄阔海已经跳下台来 上马挥枪向教军场门冲来 他高喊着 我就是皇上万岁爷 一直冲向左天城和弓箭手 弓箭手们吓得撒腿乱跑 左天城被雄阔海一枪刺倒在地 各路返王带领人马都冲出教军场 雄阔海前头开路 瓦刚军紧紧紧相随 直向北城门奔去 街上着了火 烟雾弥漫 这是杨林派人纵火 快到北城门时 只听城门上嗡嗡声响 原来是守城的兵将 放城门洞里的千金闸 要把城门堵住 烧死各路一军 雄阔海 程咬金和秦琼 领先进了城门洞 此时 后面火势越来越大 雄阔海向上一看 千金闸就要落下 他翻身下马 站在门洞当中 两手一举 把千金闸拖住 秦琼 程咬金一面呼喊着阔海 被后面的各路返王和军马拥着 出了城门 雄阔海挺身一力 拖住千金闸 放各路一军冲出城去 程咬金想着雄阔海 调转马头 向外冲的一军中 急着回来时 只听一声巨响 千金闸落下地面 雄阔海被压死在下面 各路返王率领一军出北门向前冲 不想阳林的兵将再次埋伏 几声炮响 两员战将十列 十英挡住一军的去路 秦琼命罗成出阵对敌 罗成拖着五沟神飞枪 马到当场 凝枪直刺 二马冲锋 只听扑的一声 刺进十英的前胸 十列剑兄弟被挑死 报仇心急 催马上来 站了两个回合 被罗成一枪扎在后腰上 杨林见二将身死 他挥舞一对水火球龙棒 催马上来 杨林来到阵前 勒马问道 何人如此猖狂 罗成黑黑一笑 啊 你就是老儿杨林吧 告诉你说 我是罗毅之子 名叫罗成 杨林一听 不由的气网上撞 他想到罗毅 按下四平山 反了大隋 罗成在东岭关 倒反同旗镇 只恨得咬牙切齿 罗成又说 你保着昏君阳光苦 害百姓 如今又设下十条绝护计 要把天下英雄 一网打尽 看枪吧 罗成摔杆一枪 直奔杨林胸前刺去 杨林和双棒一挂 用力往外一推 原来罗成使的是滚手枪 五勾枪间在左棒上一滚 滚到杨林左腕子上 扑 鲜血直流 杨林左手棒落在地上 罗成又虚晃一枪 杨林一低头 二马冲锋之间 罗成对准杨林背后 一枪枪杆 叫了声 下去 打得杨林硬生滚下马来 各路返王一见杨林被打下马来 齐声为罗成喝采 随朝兵将各个丧胆 就要逃跑 没想到 罗成没有刺死杨林 拨马转身 回了本队 罗成打马回来 对秦琼说 表哥 我把老儿杨林留给你处置了 秦琼想了想 说 表弟 你想得太周到了 说完 催马向阵前奔去 秦琼来到杨林面前 甩锐离安 手执一对瓦面金装俭 说 杨林老儿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杨林坐在当地 抬头一看秦琼 说 我愿受死 秦琼高举金奖 就要砸下去 可是想了想 又把金简收回 说 老王爷 我念你在我闹灯舟之时 你未曾加害于我 饶你一死 你逃命去吧 这时 队中的程咬金 见秦琼不杀杨林 高声喊道 秦二哥 这老小子不死 天下还要大乱 不能饶了他呀 秦琼听见 盲对杨林说 老王爷 你此时不走 更待何时 杨林却坐在地下不动 说 秦琼 我有心里话 要对你讲 秦琼说 有话快说 杨林问道 你们各路返王旗 赴阳周会 为的是什么 秦琼说 为多玉玺而来 杨林说 大随气树已尽 天王我随 无可挽救了 这传国玉玺 应归明主 玉玺的下落 我只给你 你去拿玉玺去 秦琼一听 盲问 玉玺陷在何处 杨林把随朝 宫内的隐情 以及玉玺的下落 一一告知秦琼 并嘱咐秦琼 得到玉玺之后 应该献给何人 说吧 杨林大叫一声 拔剑自吻而死 老杨林死后 秦琼命人 好好收敛 带了罗城 直奔扬州城 夺玉玺去了 玉之后事如何 请看下策 大唐开国 大家不要忘了点赞 评论和关注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